哦 这边一天绕后 但是无影拳之后的话 好像伤害病毒很高 我也偏了一手弹琴弄在旁边 这么的话帮弄一个瓶 先过来扣一手就翻成一板 火猫自己这边的话给了电子坐 一手电子过来拉住 马其赶紧过来给回身踢 飞魂拉开距离 法尔的位置让自己尴尬 后面还跟了两个小僵尸 再扣一手 两个僵尸能把法尔吃掉吗 成功拿了这个人口 哇 放魂还想再追 因为这边有二手 我远续重魂还是把火猫 还是让火猫拼到这边的狼猫 是的 但是自己这边的话 应该是有点难走 哇 不过他有个高格数的魔棒 刚好没说 这不差一点啊 又飞回去 偷手力量 要看牛头下人的板 什么时候好了 隐形成在边上 飞个魂上来 世王自己这边也忙没了 是的 诶 还有贼种好事 诶 世王说 不仅扶我迟到了 人头也让兄弟们提了 可以 从现在来看的话 死亡先知5200TB 将近5000的经济还不错 这边过来补了个真假眼 要撇吗 感觉是有想法的 量级这个撇是 还在往前继续跟 哦 有位置 还是撇了回来 后面的话有人在等 富永迪再来一给 这边的话应该还手奔 背回去的话 死亡先知这边能不能吸住 往前再奔 行动柱在这狂吸不止 这个地区还没死 就从后面赶了过来 萨尔地区被打走 而且这边死亡先知 看一个屯杆 像好一波拉扯 独低攻击看着 往前继再奔 但是反正这种行动柱 死亡先知好硬的一匹 直接焦掉 双倍伤害的火猫蓝量 并不是很多 哇 这边 直接点了一波真假眼 先把眼排掉 但是终于他血量 已经顶不住了 而且正面是有木飞的 萃尔地区给的 萃尔地区直接过来 看一个屯杆 他把这手TP就被打死了 高估了自己的伤害 对于萃尔地区 死亡先知的操作空间 比较大了 在那一波进场 萨尔地区赶紧拿到了 萨尔地区 我们这波先别打 他在准备跟自己的蝴蝶 我太远就没喝了 找了个死亡先知 逼個逼个逼个逼出来了 前面还能再找敌会留人吗 再往前继续硬顶 另一个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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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火猫自己这边的话 我们看蓝猫插了去了 不要自己是比个队长 来的背部很多 拉这边萨尔 感觉蓝猫这边是非常危险啊 蓝猫这边先已经被点死了 但是另一次火猫这边还能再飞一回 他自己这边的话 应该可以来到人之中 并没有太大危险 呃 萨尔把那边谁给P视回来 索尔先知P视回来杀掉了 现在问题是这个三角区 能不能把视野空回来 我们要看这边应该是 有人在空视野吧 牛头 先摆一个 真的感动 还是找换牌吗 拉住里面的萨尔回来 不是有叔叔在自己的锁住 马迪哥在过来给轰封贴 蓝猫交出这DKP 另一次魔灯塔大招交出来 点一个关键墓碑 萨尔就没把这大招交出来 但蓝猫的话 有DKP向往后的力波拉扯 看到马迪然倒地 在反射于换水 给了他都还有一点顶不住啊 TB现在没有转身 跟没想应该要给这个板 打到我 TB怎么跑不了了 拉住之后再碰上二代盾了 然后后面你像 TB自己如果真想像什么 我们往后再钢点其他装备 可以期待在三代桌上 里面能不能给他发一个A仗 有奥斯成竹 赶一走 这边的话 控一下 人家做了狗狗狗狗狗 但是我们看火猫 这边反现一波拉开 然后战备大概在補手 上还一路先 但是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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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亡倒地之后 CP4你这边看能不能抓得住了 大耳荒辣狗 但是好像就没开了 这边人换了个血 但有个他BKB大耳草的游角的话 再次吃饭到这边 CP4就会非常危险 没那么技能了 感觉地狗无一没把他买活 这把应该要 敲出敲敲 打个来的一句 兄弟你这样挺好了 嗯 PKB之后再捕大炮 这一盘蓝猫确实没有延续 前两盘猫系列的风采 还是那几波被无影拳干住了有点 我这边这边飞回上来 起连打这边TP人 而且这边萨尔大雷 是给的非常好 自己跳出任何技能 没买 那这死亡先之后 会贴过去顶皮革 最后一年 不用想超出机 我们恭喜他们 恭喜 叶飞帆射 拿到了胜绝BO3 第一场的胜利啊 41 主持人